好第五章我们就要来开始讲这个Ctrl的各种的观念 那这一节我们先来讲一下基本观念跟另外啊 顺便会提到这个属性标签的一个用法 好那我们会先建一个今天要示范的一个控制器 我们就在这边新增一个Elemple的控制器 那这边就加入一个空白的就可以了 好那因为今天没有要回传View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回传一个自创 然后这个自创的话我们就回传Index 那基本上到这边我们其实经过前面几张的洗礼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说 这一个Ctrl的应该是很熟悉的 我要怎么进到这个里面呢 很简单 我们的网址就会是这一个 ESAMple就会是我们今天刚刚串的一个 空白控制器Index的这一个要怎么进来的网址就会是这个 这应该已经相当熟悉了 那其实到这边我们大概算是需要知道最基础的观念 其实大概就到这边为止了 那这其实我们早就会了 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属性标签 什么是属性标签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张在范本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常常用到这个HTT post的这一个东西 然后用一个框框框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标签 那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个标签呢 这个其实在Nekro里面是一个很强大 好用又方便的一个东西 好那今天我们第一个来讲 为什么要用这个 那是就要谈到我们网站一个主流的机制 什么样的机制呢 就是我们今天不管要新增或者是修改文章 我们一定是在Fone的表单下 然后送出去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边可以按右键检查一下 看看HTL码 那可以看到今天送出的就是 你今天这边会有很多栏位 那但是这些栏位会包在Fone的表单里面 然后最后这边有个送出的按钮 当你送出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些资料包成一包东西 送给我们的后端 那注意看在Fone这个标签上面 它有个方法叫做Post 也就是说今天这些资料 会用Post的方法送去我们后端 那这是一个网站的一个基本的主流写法 基本上就都是这样写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主流的写法 就是用Post把Fone里面所有的资料送去后端 那我们后端接收到资料 就看是要更新或者是新增 再怎么样去做处理 就看你自己 好 那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方法是Post 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让他知道说 我们他送过来是Post 我们要怎么去接他 就需要用到这个标签 Post这个标签 那也就是说今天所有前端传来的用Post的资料 我都指定要用这一个方法来去接 那里面当然就是新增修改的处理程式嘛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要下这个标签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网站去送出资料的一个主流方法 就是用Post的方法来送 那他用Post的方法送 我们就要用Post的方法接 那我们要怎么用Post的方法接呢 很简单 我们就在我们要接的这个方法上面 改善一个HTTT POST的这一个标签 他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用这一个来接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们要来进到这一支 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写View 所以没办法在这边操作 我这边就用了一个这个Postman的东西 那基本上我们在MVC是用不太到这个东西啦 但是但是今天是为了要做示范 所以我特别用这个软体 因为这个软体他可以去指定说 我要用什么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Post的方法 那这网址应该大家都相当熟悉的 就是Elempor在一条斜线 加上这个方法的名称 就会是这样 那我们就来送出看看 有没有看到用Post的方法就成功进来到这一支 那我们如果是用GET的方法 那这边名称要改一下 就会进到这支 好但是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就有一个问题会发生 就是其实我们上一节课 这个就有遇到 就是我们的删除页面先秀出资料 是用GET的方法走这个 然后吐出一些detail 到前面给使用者确认 但是我们送出的时候也要用同样的网址 但是因为这个网址已经被这个人用掉了 那我们这里没有办法 所以该改成另外一个名称 但是改成另外一个名称 我在这边的网址 网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才进来 那这样子就会不太好 同样的东西用两个不同网址 我们应该是用方法去做区分就好 然后网址是一样 所以今天为了解决这个方法 我们又有第二个标签出现了 什么标签呢 就是这个Action 那Action标签我们可以斗点写在后面 或者是我们 你觉得你想要盖在上面也是可以 好那这边Action标签我们怎么写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这一个也想要叫Delete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是不是就成功了 我们先试试看这一个 已经找不到网页 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的网址做改变了 有没有看到我们这项用Post 然后是Delete的这个网址也可以进来到这边 那所以说今天Action name的这个标签 就为了做这件事而诞生 那在Netcode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标签 可以去自由的做运用 那小小的一个写作方式 就盖在他上面 他就立即拥有这样的功能 很简单的写法 但是功能却很方便又强大 这是一个在Netcode里面的一个标签的一个写法 所以使用标签就可以很简洁又轻松 达到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个目的 那因为既然都谈到标签了 所以我这边在另外介绍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叫做路由的标签 那路由标签是什么 那路由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 其实路由就是代表说 网址的意思 你要决定路由怎么写 就是决定你网址怎么呈现 那这边在MVC之中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最基础的路由设定是写在这里 所以全部目前的任何一个网址的规范 都会照着这个路由设定去做 那但是我今天想要自己在这个Ctrl里面 有设定一些自己想要的路由 因为有时候可能这里没办法满足 或者是你想要个别在就这一支标新立意 想要走不一样的机制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支里面 写一个路由标签 那路由标签要怎么写呢 好我们今天就来写一下 很简单 我们今天这一支本来进来是用Elample 那我们今天上上这个路由标签 然后把它改成Elample2 好那上上这个路由标签 注意哦 一上上去之后会优先与它为主 那这个他就不会走了 也就是说现在你打Elample 是读不到任何东西的 我们就来读读看 我用get然后Elample 我发现已经找不到 那我们网址变成什么了Elample2 好这时候又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规则都被做改变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规则又跟这个的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是说什么 我们今天第一个位置是Ctrl的 第二个位置是Action 第三个位置是参数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样下 他这边写说 我有重复的进入端点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什么地方重复了 就是这两支重复了 这两支哪有重复 明知明明不一样呢 这就要讲到这个的规则 已经跟这个不一样了 因为这边他是以Action 来去做每一个入口端点的分支 但是这样子下下去之后 你这两支已经不用Action 去做两支是隔离分开 这两支其实是会被视为同样的 所以你今天弄了路由的这一个东西的话 整个都要改写成搭配这一个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要把它改成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Example2才会进来这一支 那要进来这一支怎么写呢 我们先来看看 有没有成功的执行程式 有没有看到 我们成功的进来到这一支了 好那这一支要怎么进呢 相信聪明的朋友已经知道了 我这边下Delete 所以这边要怎么进 就是这样进 就会进来Delete 好有没有看到 当你下下这个之后 你这个规则就打叉叉叉 他已经不会再套用这个规则 而是套用这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就要搭配你这样的 httpget或者是post标签的写法 那我们这边就改写了一下 好那这边又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了 你今天用了在Ctrl这边 想要特立读行自己一个规则 用了这个Louting的标签 那H&Name其实就已经失效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Post 有没有看到 已经找不到方法 那我们这时候 这一支到底要怎么进呢 其实这一支就会变成Elemple2 然后因为这边没有下任何参数 所以就会变成是Post 就会是Elemple2 然后你用Post 就会进来这一支 有没有看到 整个规则都改变 那这边可能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之中的变化 要怎么下 你自己就试一下 所以你搭配这个的时候 H&Name就不能这样子了 所以你这边 如果想要回到原来的那样的规则 你就要这样写 你就要这样写 我们这边就可以打回来 然后就进来了这一支 好 那这是规则 整个又是一个新的一套规则 那想要用这个 就是你今天这一支Ctrl 你有另外的用途 你不想要走他这样子 你预设的一个基本规则 你想要自己硬化一套规则 然后只针对这个Ctrl 你可以在Ctrl 里面下这种路由的标签 让他去决定说 网址该怎么走 这样子 好 那其实路由标签是非常活的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还可以怎么下 刚刚H&Name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今天一支方法可以有多个网址指向同一个方法 今天H&Name是没办法盖两层的盖两层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就是说Delete 跟Delete who都一样会进来这一支 我们就来试试看 Delete进来这一支 who一样也进来这一支 所以今天这个路由标签是可以 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很奇怪的特殊需求 你可以盖好几个 就是好几个网址都匹配到这个 那这是非常灵活的一个东西 算是在介绍这一个标签的用法 顺便介绍一个路由标签 介绍给这个大家 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个 那我们今天这边有这种参数的东西 那我这边要怎么接收参数呢 我其实很简单 放在Delete这边做示范好了 ID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可以加个问号 加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先进来到Delete这一支 这一支那加ID的话就是说 你今天第三个网址可有可无 比如说我今天这里一样也进来这一支 因为这样的写法就是 你丸子可以这样子也可以两层 那我们这边要来怎么证明说 我真的有收到ID呢 我这边 要怎么拿到这个ID呢 很简单 跟拿这个ID的方法是一样的 今天这有ID我们就宣告说 这边会来传来一个ID 然后我这边就直接加上去 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这个ID这个值 好这样子上上去 有没有看到Delete2232222 就确定说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取到这上面的这个值 跟你在这边想要没有设定 Louting路由的时候 想要取到这个值的方法是一样 而且他的写法也是一样 好今天算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坦错了基本观念 其实基本需要知道的基本观念 大家其实应该早就会了 那接着我们就是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到这个Post标签 跟H&Name 还有我们可能会使用到的路由标签 算是这边先小小的 简单介绍给大家 属性标签的一个用法 跟Control的基本知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